Hi! My name is Guy Ewan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就是这两支G-SHOCK的电子表 这两支是全电子的手表 那我之前在四年前买的那一支蓝色的手表 就是在我四年之内拍的所有影片 我带的那一支蓝色的手表啦 它有点故障啦 它是半机械半电子 就是有机械指针 但是它也是数位控制的 反正那支手表有点故障 那我有在想 到底要去修它还是直接买新的呢 反正我们现在有两支新的手表 我们就直接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支的型号是GBX100TT 这两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手表 那我们就只是颜色不一样 那我们就稍微打开来看看 所以盒子里面有保证卡跟说明书 接下来就是一个真材实料的铁铝盒子包装 那第一支手表 我这个表带是买灰色的 因为我不太想要就是用白色 然后一下子就把它用脏 因为之前有一个G-SHOCK的手表 它用久了 它就变成一个灰灰然后脏脏 然后你很多脏脏的细节都看得到 那我希望灰色可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表带也不太一样 它是这样双孔的设计 就是一个H型的这个孔 我不知道这怎么讲 反正这个表带我特别选这种两排的 我觉得是比较稳定 因为我上一支蓝色的就是双排的 那稳定非常多 那单排的呢 它还是会有一点微微的就戴在手上 你还是有微微的晃动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 所以我特别找了这个有双排的设计的表带啊 后环的这个摸字型这个东西呢 它竟然是塑胶材质的 我觉得还蛮神奇 因为我旧的是金属材质的 那我不确定 塑胶材质的会耐用性多高 因为它也是一个薄薄的塑胶 我不确定会不会撞到东西啊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断掉了 不确定 这个可能就是要用时间来验证啦 OK 那这就是手表本体啦 它就是一个大大的漂亮的数位萤幕 这就是我真的想要找的东西 这萤幕看起来 对比度非常非常的高 用光线照到它 对比度又会更高 所以你在大太阳下面 没有像电子纸的概念 就是大太阳下面看来还是更清楚 表面周围有一个金属的框框 看起来真的是还蛮酷炫的啦 那应该是保护作用吧 让你比较不会这样子 然后就刮伤表面 好像G-SHOCK都有一个边边的框框吧 只是是不同材质啊 那这一款是金属的 就是更耐用 这个金属框框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法丝纹 但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就是有一个金属的纹路 这样全部往上啊 看起来也是蛮酷的 然后发现一个就是它的厚度 蛮薄的 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厚 你就在小空间 它就比较不会一直去碰撞 或者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比较不会一直去碰撞到比较厚的表 那这个薄薄了 我觉得就还不错啦 所以这样戴起来 我觉得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的表带非常的柔软 它不是软Q 它是柔软 软到一个就是很 可以非常服贴你的手腕啦 就感觉是非常好的 那这支手表除了有蓝牙功能外 它还有一个加速度的感定器在里面 所以它也可以来测你的步数 对就是记步器啦 表面的设计跟显示的方式 非常非常多元 像是我们最基本的看时间 我们就有四种不同的选择 可以让我们来看不同的表面 看到不同的资讯 或是这里有一个国际时间 你就可以上面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时间 下面是你现在的时间等等这种 哇塞 平常没有办法办到 都可以在这种全数位的手表上办到 这真的是超帅 简单来说就是有很多功能 但每一个功能 你都可以用你想要显示的方式 来呈现给你看 这真的是平常的电子那种 不是全数位的电子表 或者是有机械的表 没有办法办到了 这已经有点介于在 Apple Watch 跟传统的手表 传统电子表的中间了 我觉得这一支手表 跟传统的 G-Shock 手表 就使用的操作逻辑概念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按键 它上面就已经有两组按键 这里一个是写 Mode 一个写 Reverse 所以一个按键就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在上面 所以你在不同的选单里面 可能有的时候下一页是按这一个 有的时候下一页是按这一个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又变成确认 然后你就会变成有点手忙脚乱 有的时候这个是上一页 有的时候这个又是操作设定什么东东 你操作逻辑就是稍微比较复杂 不像之前的可能这边就是设定 这边就是下一页下一页 Mode 不同的Mode 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G-Shock 长久使用者用下来 就是养成那种肌肉记忆 但在这里可能是没有办法办到这件事情的 就是整个你要打掉重练 那第二个功能就是比较像是运动健身才会用到 就是运动几分钟 假设十分钟然后休息隔五分钟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设几组 我想要做个十组这样子 就是一个运动健身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下一个功能就是 Stop Watch 就是马表的功能啦 那它有一个特别的部分 就是它以秒来记最少就是一秒 它没有0.000几秒 就是之前的 G-Shock 的其他的电子表会有0.000几秒 这个最小的单位就是一秒 所以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啦 就没有要这么精准 我到底要什么时候可以按 我的手也没有那么精准 到我可以按到那个0.000几秒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没讲到的重点 就是一个月向跟冲浪的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是 GBD 100 才有的功能 GBD 200 这个型号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就差这个功能啦 就是你可以看太阳出来的起来的时间啊 太阳下去的时间啊 应该是什么浪最高的时间吧 就是月亮越靠近 然后浪就会越高 所以你在冲浪的时候就用这个 你就可以比较知道 哦我这个时候浪比较多 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去冲浪咯之类的 那我们就把我们这支手表 比较特别的部分 单独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在 Home Time 的程式里面 如果你有连过手机的话 你就会可以出现台北这个选项 这也是在之前的 G-Shock 没有办法办到的 之前可能选的最近的可能就是 Hong Kong 或者是 Tokyo 之类的 这支手表很奇怪的是 在手动设定时间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手动调整秒数的 有小时 有分钟 但是秒数是没有办法手动调整 这真的是很困扰我 秒数一定要设定成标准时间 没有办法说 哦我这个场所 可能快个15秒 我可以微调 没有办法办到 这个东西还蛮可惜的 如果要设定预像跟潮汐这个功能的话 你要先设定一个坐标 就是你的经纬度 虽然你可以直接在手表上做操作 但是你的经纬度只能以 0.1 0.1 慢慢的按 没有办法长按 然后快速更换数值 这真的有点麻烦 所以建议还是使用手机的 App 操作会比较快速 这只手表可以在不用连接手机的状况下 计算出你的卡路里 所以你要在这只手表输入一些你的个人资料 像是你的身高体重 性别 年龄 还有你戴的手是左手还是右手等等的资讯 还蛮酷炫的 这只手表是有内键振动的 是还蛮酷的 所以你可以设定闹钟啊 计时器啊 手机通知啊等等的 可以让你振动提醒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开启振动的话 应该手表一下就没电了 那如果要省电的话 你记得使用完你的手机 App 你就把你的手表设成飞航模式 因为使用蓝牙下真的是非常非常耗电 我怎么知道非常耗电呢 我们下一个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秘选担的部分 就是我们同时按下这三个按键 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工厂测试的选担 那下面有一个电池选项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电池电压 那像这只手表里面放的是2032的电池 标准电压应该是三伏特 所以现在是2.992 所以就可以知道这个电池还是保持一个几乎全新的状态 然后大致分享是这样子 就是外观跟一些基本的功能 然后我们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支标 OK 这是第二款手表的颜色 它是一个蓝色 然后它的金属也是蓝色的 然后它的标带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卡其色 看起来就是我讲的就是已经发黄的那个白色标带 就真的长得就差不多是这个颜色 嗯 好 所以这样子大概看一下 我应该会选择这个黑灰的这个颜色啦 看起来我比较喜欢 比较干净 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非常想要凸显什么东西的人会带的东西 因为就是带在手上 哦 那这个表带看起来就比较可以融入肤色啦 那 嗯 好 管它了 就这样啦 呵呵 好 那这我们今天的G-SHOCK GBX110的开箱分享影片啦 那当然喜欢这边还有一个三等我们然后可以看更多的相当影片 有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应该会尽量回复啦 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